杨幂就是这么可爱 那么邓超到底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 其实我们一向都看惯了邓超在微博上自嗨 也知道在这个现实的活动当中 如果遇到邓超也是分分钟会被他逗乐 但是没想到这一次 人家竟然打着学霸的棋子出来绣文采了 而且还必须要证明自己真的是学霸一枚 端庄内敛的文艺青年源泉 高端大气的帅气影迪亮凡 或者仙气十足的冷艳女神吉克俊逸 可是这些走高冷路线的主所营造出的现场气氛 还是瞬间被超级另类的邓超给破坏了 不光亮相破为另类邓大师 还得特别陈述一下此行目的 当然首先要维持一个真正学霸的尊严 所以秀英文 在秀文化功底 给他写一个 看清楚了 要写简体还是烦的 学霸当然要写学霸的霸子 只是笔画好像有点多 好在总算也是勉强写出来了 怎么样写得很流畅 谢谢 我成长了 感谢各位观众 我成长了 原本完成任务总算没有愧对学霸儿子 只是邓超同学 您这个学霸可能只能称霸幼儿园吧 新的在线综合报道